明偶風雲匯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土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準時買位收聽 收聽風雲谷 多謝各位的支持 本台的訂閱已經超過20億 新加入的朋友 記得加入這個訂閱行列 年近 這個叫做202年的終結 全球對於大陸 取消 動態清理 和選擇 效仿西方的 與病毒共存 引起這個海嘯的大危機 是非常關注和憂慮 我們不妨 最新的 就是日本 意大利 和印度等國 宣布了對大陸 入境的限制措施 最多香港人很緊張 想去日本 就怕日本的 防疫措施會不會影響到 香港人 俗稱回鄉下的利益 最新的首相岸田文雄 就宣布 由星期二開始 所有來自中國 和過去七天內 曾經去過中國的人 入境日本的時候 必須接受檢測 就是on the spot 如果檢測出現 是陽性的話 就要在特定設施隔離七天 就要在特定設施隔離七天 就是不讓你在家裡 或者在自己選擇的地點 另外也限制來往中國的航班 增加半次 大陸、香港和澳門的航班 聽著 入境只可以用東京的成田、雨田、大阪、關西和明古屋中部機場 換言之 想去日本北海道滑雪的 就沒有直擊去集訪 北海道歷年非常受歡迎 在這個日子之前 好像不受影響 但是你看看日本 最新的入境限制 岸田文雄就說 由於很難了解目前中國的詳細狀況 就是說中國的資訊黑商不透明不合作 就令到日本增加憂慮 目前入境日本的旅客 就需要提供接種三種新冠疫苗的証明 並且或者出發前72小時內的核酸檢測證明 岸田文雄的憂慮 前台詞就是 你現在中國入境日本的旅客 就算你能夠提供三劑 這叫做疫苗接種證明 這三劑都不會是復必泰 更加不會是美國的Moderna 只能夠是中國的科興 問題就是中國的科興 以前 這一兩年 都有世界有很多國家 逐漸承認為一個有效的疫苗 但是如果科興是有效的 就怎麼會現在呢 那個爆發率是呈海嘯的狀態呢 還有種種的新聞報道 就說出現這些大白肺 還有這個叫肺纖維 就是叫做 回到武漢初期的現象 所以現在日本 我想正在密切留意大陸的爆疫 那個狀況 來判斷到底科興 就算你接種三劑 也沒有效 香港那些 很多有特定政治立場的人 是曾經可能接種過一劑科興 後來看到世息不對 就補打兩劑 英美帝國主義 西方文明勢力的 這個叫輝瑞 就是復必泰 兩劑科興加一劑復必泰 現在日本收不收貨呢 是吧 當不當你合格呢 是否讓你入境呢 這些就要自己去查清楚了 是吧 問旅行社了 是吧 旅行社模型中 就多了很多詢問了 多了很多人手的負擔了 是吧 現在日本的民間和媒體 因為知道了入中國大陸 所謂的有罪通關 還有有罪 容許中國公民出境之後呢 反應是很劇烈的 因為除了實際上 在兩年多之前 兩個事情之外呢 是因為現在那個搶疫的狂潮 已經不止是香港淪陷 是去到日本呢 那些感冒藥和退消藥呢 都已經被爆買 很多的藥房呢 已經要閒扣 還有呢 不容許呢 就是你 大規模這樣囤貨 那這些藥物呢 大家記憶猶新 就是當日呢 在武漢肺炎爆發的時候呢 日本的口罩呢 也都被一搶而空 那現在呢 就輪到感冒藥、退消藥了 加上其他的腸胃藥啊 可能真是那些根本就不關事 那些承藥呢 都被搶購 那現在日本人呢 就那個反應呢 就好 不是審慎 是一個很直接的反應 是有些新聞的媒體呢 已經說 不如就直接 不容許中國人入境 因為他們呢 會再次帶來病毒 還有呢 會令到日本人 購買不到藥物 那我想這個情況呢 真是1月8日之後呢 會實際上更加明顯 香港那邊呢 就李家超呢 就說到明呢 就已經準備好通關的了 那麼 似乎呢 就對於香港人的憂慮呢 是毫無反應 甚至呢 在政府的官方立場就說 市面上的藥物供應充足 但是大家眾所周知 現在在藥房已經是一粒難求 現在呢 又好像回到兩年前那樣 有個口罩呢 好像已經呢 是有保 那樣了 那所以 究竟會發生什麼事呢 現在呢 都不敢想像 這樣的 就平程而論 現在如果有大陸的 遊客湧進來呢 就和兩年前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現在呢 兩年之後 香港很多人呢 都已經 超過七成呢 已經是打了針接種疫苗的了 兩年前呢 就全部防備 於是殺下來呢 就會大批感染 或者香港人走上去 是吧 但是呢 一切呢 就在未可知 因為現在大陸那個叫疫情的資訊呢 是日本手上都說呢 不知道他搞什麼 那因為呢 如果你說只是Omicron 真的只有一種 或者基本上只有一種 那大陸的人 帶著這個Omicron 這個病毒 種種的原因呢 走來香港在那裏播 Omicron 就沒有問題 我相信 就不會引起香港呢 這個叫確診的急升 因為香港現在很多人都打了三針 尤其是打了三針 完全是復必泰的呢 再加上在香港 這一年半載以來自己確診過 再加上有抗體呢 就理論上 是對於Omicron的大毒者 大量由大陸那裏湧進來 即使呢 是都穩如泰山的 是不怕的 但是問題是 很多狂狂的事情 現在你不知道 是吧 聽說就是有幾十種新的變種 種種的變種是不同的 那你不知道呢 那些人帶下來 這些變種 你只能夠靠 這個叫做核酸檢測那裏 立刻知道 一條線還是兩條線 那所以 如果有不同的變種下來 會不會將這些大白費 是吧 弄一兩單下來呢 這個是沒有人知道 也沒有人寫包單的 是吧 那至於說 在那個叫做藥房搶購 這個藥物呢 這個都不是第一次發生的了 以前奶粉 水貨這些這樣的口罩 是吧 是 完全發生過了 這些 那香港人現在只能夠 在1月8日之前 在這個死線之前 自己搶閘 是吧 買回多少 是放在這個家裡 是以防萬一的 因為呢 什麼都有可能 到時候 到時候 這些政府醫院 門診那裡排長龍 也有可能是大陸的遊客 但是也有可能是大陸的遊客 是吧 那你1月8日 他下來呢 你年近這個農曆新年 就不如香港人自己走去其他地方避一避 例如泰國 日本 這些 是吧 這是一個辦法的 是吧 先避一個農曆新年 看看先 兩個星期都好 看看 在那裡 是吧 那你自己去日本 現在日本那裡 又有一點捷利戶 去日本呢 已經只能夠四個機場 明古屋 就沒有什麼人去的 只有東京和大阪 東京和大阪呢 就飛去這個 這個叫做冊房明古屋 所以這個費用 成本都挺貴的 你只能夠要去日本 或者泰國那裡 在這個農曆新年 他8日通關 你最好是6、7日先走 如果你有足夠的假期 是吧 小孩子放過的 現在觀望到21、2日 過了一年才 然後逐天 是跟著香港的 接近香港的新聞 看看增加幾個 但如果沒有增加 都還是一天 一萬多鐘的 那你又要相信 香港特區政府衛生署 那個數字是真確的 然後過了年初 四、五就回來 是吧 沒錯 其實最重要 正如你所說 是那個透明度和知情度 因為以往 你爆發當日的武漢肺炎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官方的消息 是掩蓋了 以及不公佈 甚至呢 具體的確診人數 死亡人數 你都不會相信是真的 直至現時為止 中國大陸公佈的那些人數 都是少得可憐 但是大家都深知肚明 其實已經是上百萬計的人 甚至有人說千萬計的人 已經是曾經中過 或者已經康復了 但是這些官方都不會統計 那去到如果真的出現了變種了 又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況呢 會不會第一時間通知國際 甚至香港呢 這個就是香港人最擔心的東西 因為現在呢 那個大陸的疫情呢 有兩極化了 有一些譬如說 我認識的中國大陸的朋友 或者是同行呢 他們都中了 但是呢 他們就辛苦了一個禮拜左右 就一一康復了 那這些通常呢 就中年或者是年輕少少那些 那但是網絡上面另外一批呢 就上了年紀 六七十歲以上 甚至去到八十幾呢 哇 真是難聽些說句 有很多名人 或者是有頭面的人物呢 其實都不能夠被過一劫 原來在病毒之下呢 真是無分彼此 那而中國大陸現在的嚴重 的情況就是 他的死亡率呢 就在那些老年人身上 那有些重症呢 就說他簡直呢 是表面上呢 是沒有發燒 但是他的肺呢 已經全部化了 就是白肺 就是纖維化 那接著幾天之內呢 就已經死亡 那有人會懷疑啊 其實病毒已經有變種 而這種變種不是Omicron 因為Omicron的症狀 大家在歐美 甚至香港已經有經驗了 通常呢 就是有症狀 但是並非一個很嚴重的重症 但是在大陸的情況呢 不知道為什麼呢 就一是就出現了一個 很嚴重的白肺現象 的重症 那究竟是不是有變種呢 沒有人知道 官方也不會告訴你 這個就是香港人 或者國際社會擔心的地方 香港如果你要1月8日通關呢 從現在開始到1月8日 就還有一個多個星期 在這個時候 應該是特區政府的醫務衛生局 是由這個叫盧寵茂 是吧 連同香港至少1至2個病毒專家 例如袁國庸 全副防疫保裝 你一人把這個疾病 X光到底有多少宗宗 為什麼會有肺部纖維化 你不能夠每次都通過中央政府部門 西華 然後跟你在官僚裡面信來Email網 你現在只能夠採取這個時間不夠 只能夠由民間和政府點對點 由香港的醫務衛生局 最少要加一個叫獨立意見 叫袁過勇醫生 看著上去看 這是第一 到底有沒有這個叫大白費 種種的傳言是真還是假 如果有 是即時跟那裡的醫生開會 你自己小心 因為很多北京很多醫院的醫生護士 現在是叫做帶病和發燒感染 正在看症 但是沒辦法 你兩個局長和醫生都不入虎如煙得虎子 在這個時候等於烏克蘭留下的士兵 既然你是軍隊和士兵 在這個時候你要新鮮事出上前線 第一 因為下回來 然後你才決定 立刻要和香港特區政府高層開會 怎樣要採取什麼追加的措施 如果有很多人要去預防大陸的這些 你參考日本吧 三針 三針如果是科興 你承不承認 如果三針科興 你的心天好明是廢的 OK 那是不是每一個人要在這裡 做這個核酸檢測 好了 核酸檢測不是馬上驗得到的 是不是要恢復0加7 就是大陸1月8日入境那些 0加7也有指定這個叫做酒店 對不對 但是你在外國回來的那些 比如英國 美國 加拿大就不用了 是不是 你將它叫做分區 叫做分國 因為你時間不夠 是不是 你不能再等世衛組織 我們前幾天說 其實這個職務應該是譚德塞為首的 世衛組織應該做了 因為現在大陸很多事情 你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例如很多細節的破綻 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我們上兩次引述過 說中國的衛健委 在網絡那裡傳出來的會議紀錄 那裡說 是由10月1日到10月20日 20日內 是不是整個大陸 那個確診數字 是2億4千8百萬 就是2億半 是不是 對不對 他說20日 但是其實這裡有彈攻守 因為你不應該由12月1日開始計 為什麼不應該呢 應該由12月7日開始計 為什麼 因為是12月7日 中國才正式頒布抗疫新十條措施 就是說其實有新十條措施開始 開始北京和全國各地 才突然間撤走這些核酸檢測 以及那些大白兵 將這些白袍 做垃圾蟲通街 在那裡扔 是10月1日開始才新十條生效 所以你計算 就不應該計算12月1日 是應該計算12月7日至20日 就是短短兩個星期不夠 而不是20日 就已經有2億半的人確診 這個數字很可怕 2億半是14日 為什麼你由12月1日開始計算呢 這個你也要由香港特區政府的官員 衛生官員去問的 事務大小 這叫科學 不要側側側 這些細節很重要的 如果你說第一波的話 只有14日 然後呢 是感染了2億半的人 這個佔全大陸多少成是2億半 接著呢 12月20日之後 他沒有再說了 現在說一說 已經到12月30日 另外那10日 增加上去有多少呢 他沒有說了 現在你唯一所知的就是 衛健委在網絡那裡流出來的會議紀錄 就是說呢 12月1日至20日就是2億半 這個選舉開始 是不是 然後就由10月20日又到現在 或者到年尾 是不是 又是多少呢 這個還未見公佈 這些很基本的資料都沒有 就不要說那些有沒有到底 這個叫肺纖維啊 還有為什麼會這麼重症啊 到底有多少種變種啊 是不是 所以呢 你的工作呢 是堆積如山的啊 你不可以坐在那兒按腳 就說呢 啊 等我1月8日開關 然後就說 啊 現在呢 那些藥物呢 市面團職充足 幾十萬一個月人工呢 你不可以就這樣坐在那兒看 是不是 是 是 現在話分兩頭啦 我都覺得呢 平情而論 香港的疫情也都不是輕 因為在聖誕期間呢 根據衛生署的統計數字呢 每日都超過二萬宗的 是 那麼病疫的人數呢 其實總數已經超過250萬人的了 總數 你想一下 其實香港差不多是這個三分一的人呢 都已經曾經所謂中過招 所以香港的疫情呢 算起來 跟中國大陸 如果純比例來說 是不差得過它的 而另外 有人網絡上面 不知道是不是為通關 保駕護航 就說 喂 英國啊 美國啊 夠有這個Omicron 那麼英國人 美國人一樣可以自由進入香港 那為什麼呢 現在中國大陸啊 有罪通關呢 你們要歧視中國大陸來的人 特別是大疫苗 喂 喂 我們給錢的啊 你們有沒有人道立場啊 我給錢都不給打 在這個時候 歧視在天宮地道 日本岸田文雄現在公然在歧視著你 吹啊 只有四個口岸 還有減少航班 日本仔歧視你 你敢不敢出聲啊 現在意大利 見過鬼怕黑 是不是 因為呢 兩年前你就在意大利的後門那裡 進入歐洲 一樣說是要中國來 進來這個意大利的人 要即時核酸檢測 還有要立即給錢 意大利人很聰明 是吧 九十歐羅 立即做 撤了你先 是不是 至於意大利政府 對於我們兩天前來都說過 你已經進入境 意大利已經歸化了 在那裡做鞋廠啊 出身開餐廳那些三十多萬的中國溫州人 和福建人 他們已經拿了永久居留的 他們去過大陸 這個叫過新年 你給不給他們回來呢 是吧 他們當然 現在看這個字 書面上來講 他們都要接受這個叫核酸檢測 總之 因為你去過中國 那你說意大利 是不是種族歧視著你呢 在這個時候還說什麼歧視呢 最大愛包糧 加拿大都已經不接受 這個叫中國領事館 已經不接受這個叫Visa 是不是 在疫管宣佈 限制了中國旅客入境 即是需要檢測的時候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就主持來例行記者會 那記者問及呢 這個措施的時候有什麼評論呢 汪文斌就說呢 就說了大輪這樣的門面說話 接著他最後指出一樣東西 他說當前需要各方科學抗疫 攜手共進 保障各國人員安全的 往來推進世界經濟恢復增長 中方始終認為 國國防疫措施應當 科學適度 不應影響正常的人員交往 這些是笑話 中國真是好笑 他封草關三年 他正正是沒有保障到 國國人員往來 他也沒有影響所有人員的交往 大家眾所周知 他的動態清明就是封關三年 不容許國民外出 也都推行那些叫做7加7 甚至後來呢 這些方艙的隔離措施 更加不要說他們自己在國家裏面 那些風區大把 扔門板那些 不要說了 現在突然間 面不紅耳不熱 自己呢 指責日本 只是推行一個 其實我認為是 很邪道的一個限制入境措施 很慈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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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指責日本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因為接近一個殺人犯 指責別人 走去 偷了 真的 汪文斌已經沒有加一句 希望日本正視歷史侵華戰爭的問題 希望他們先優先承認南京大屠殺的責任 他也沒有加這幾句 他已經文明了 是吧 你對這些人 你不可以要求這麼高 至於他這些人 和趙堅那些 趙堅 不斷用那種 那種戰狼 或者軟性戰狼 那樣去耍無奶 是只能夠會令中國 在國際的形象更加碎 這些不需要你和我擔心 是吧 不要說他這些 先說說香港 OK 現在呢 有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中國自己的宣佈 就是自從中國宣佈是給中國人 是可以拿回護照出入境 整個大陸的那個叫引擎搜索 是講這個叫出境 和走 是不是 那個次數 那個數字是暴增七倍 他們搜索的國家 和地區想走的呢 是澳門第一 香港第二 其他呢 就跟著泰國 日本和韓國 排第三四 那因為澳門和香港 現在對大陸來說 最不設防 是吧 那麼日本 和其他那些國家 意大利 歐洲那些 還沒有開門 還沒有開門 那換言之 1月8日 全世界 包括日本 南韓 和歐洲 美國就看著香港和澳門 因為你自己呢 在那個大陸那個出走 和旅遊 外出那個引擎搜索 那裏排第一 那他就看著大陸 要是一聲湧下來香港 在香港有沒有交叉感染 有沒有令到香港出現這些 這個叫做廢纖維 還有有沒有令到香港 那個確診和死亡人數增加 就是香港和澳門做了白老鼠 西方列強呢 就在旁邊看著 台灣是直接看都不看 一直維持封關 你都傻了 這個最聰明了 對不對 都免得參與 對吧 所以 你說現在香港 對於大陸 是有三大吸引點 第一 就是入境那裏 是最方便的 第二 就是有得打復必泰 第三 就是有得掃貨 必泰痛和西藥 對吧 所以可想而知也都可以預見 一聲一點 那些人是湧下來的 好了 如果是這樣 如果是有一個風險的話 既然你走下來是買這個叫必泰痛 那你特區政府是講了十年八載 說在這個叫河套地區 是吧 本來就開闢為商場 那些大陸人 下到河套 不用進來市區了 是吧 不要進來尖沙咀了 如果你要 你到底要買什麼西藥 你就應該是一個類似河套的 不如在一個沙頭角 是吧 直接你建方艙也建得這麼快 你在沙頭角 就建一個巨型購物方艙 隨隨隨搭四支竹 是吧 整個這樣的帳幕 然後把那些必泰痛要多少 要放回五十萬包 必泰痛 保濟院 這個叫做通屋其應院 其他都放在那裡 你下來買 你就不需要入市區 是吧 好了 打伏必泰也是 是吧 擺去這個叫做黃岡 打到夠了 擺去黃岡 羅湖那裡 是不需要坐火車 大陸的人也都歡迎 你省下很多個交通成本 不如你老老實實 你不是走下來上去太平山頂 是吧 去看這個叫做景然里 拍過這個叫做生死戀 那些西片 那些景點 你不會走去虎豹別墅 對不對 你不會走去沙頭大佛 你不會走去黃岡 你不會走去黃岡 這個概念是實行過的 那個叫做新田購物城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是吧 在幾年前開過 是吧 當時就是實施你那個計劃 就是把那些人 掃貨都放在這個新田區 但結果這個新田購物城 是發生什麼事呢 因為疫情 去年2021年 8月底已經清場了 土地交換給業權人 據聞隔壁就蓋了方倉 現在就好像變成 那些貨櫃組合屋的病房 即是方倉那些 現在方倉又不知道 又沒有人住 諸如此類 所以呢 這個新田購物城的概念 就已經失敗了 那你現在就清方倉 就把方倉變成貨倉 是吧 把那些西藥 什麼東西 有沒有都好 就把那裏推到那裏 蓮花清溫 膠囊縣 什麼東西 總之它要什麼 要什麼 然後每一天 就是根據湧下來的那些人 那個市場的需求 然後來補貨 就是好像書展那樣 放在這個叫做會議中心那樣 這個叫做指定的素西藥的場所 也免得進來上水 對不對 就叫那些藥房自己報名 就是好像這個叫書展 叫各大出版社和書局自己報名 在那個沙頭角或者指定上水邊 叫做新田那裏就擺攤位 你知道嗎 各自營購的攤位 好像年宵花市那樣 隨隨隨便 當然呢 我覺得就應該不應該收回這個叫做攤位套租的 是應該給這些藥房 是自己推上來的 對不對 當然到時候這個萬寧和屈臣市就最大家 佔最多的攤位 這個叫做好像書展那樣 三聯 雙武這些財雄勢大 當然是拿到最明顯的位置 這些令華 是吧 到底你到底是否想下來 只是掃西藥 是吧 如果李家超說現在的西藥充足的話 你就把他推去邊境那裏 好了 徒先生 你是不是要先打 你是不是要先打 老老實實 是打要多少劑 就把他推去邊境那裏打 我覺得這樣 又是正能量 我們不要經常都是在負面的角度 我覺得可以吸收一些名店的購買策略 據聞那些LV 法國名牌店 如果你要買一個手袋 你就一定要買其他的貨品 就搭上去他才會讓你買那個手袋 那其實可以用回這招 香港人說如果你要來買退銷藥的 那你可能呢 有些制銷我們香港的貨品 我不知道什麼 可能廣東道的名牌店 調轉了 LV Gucci那些 你呢 就買退銷藥 那你逼他 不是逼他 sorry 我收回 邀請他要買一個手袋 你才可以賣兩盒退銷藥給他 這時候促進香港的經濟 那你又可以令到廣東道那些漂亮的女店員 又公開 那這個方法都挺好的 其實 那這個綜合式叫做銅洲共濟 叫做交叉透明 全香港都不要利用 只買這個叫做西藥 其他那些怎樣呢 對不對 那些快餐店那些飯盒那些 那些都可以有空間可以放上去 是不是 沒錯 一人認透那個攤位 本來河套地區就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用 說了十幾年 現在河套地區又是一片 沼澤 是不是只有港幣 是不是只有港幣 是不是 除非 有些人走下來打 拿兩個行李箱 突然打開 不知道為什麼 全部是港幣 他說要下來買樓 是不是 他要下來買樓 落頂 那你到時找施永青 在中原擺一個攤位 是不是 In case 有一兩個這些 鬼頭鬼老 拿兩劫的錢下來 說不是 我不是要這個叫復必泰 我是要買樓 是不是 那趕快就有對A盡 是不是 才在那個河套區 或者新田區 報請這個香港特區政府主派官員 帶他進去全部戴小口罩 帶他進去看樓 是不是 是 是 你做了兩個星期 你便有數據 你便可以調節 是吧 你便可以有序開放 然後兩個星期 看看 這個叫即時核酸檢測 是吧 有沒有人確診 沒有的安全的 你便讓他一陣陣殺下去 這個叫深水埔 尼敦道 然後過這個叫港島羅素街 是吧 是啊 即是你打復必泰的一條龍 你一定要先看一套港產片 我不理會 你看回什麼 什麼 摘露微塵也好 或者之前那些 不要你正義回廊 全部看回一套港產片 然後轉個頭要下顏桂方 一定要光顧那些酒吧 因為那些酒吧 在疫情期間不能開 你喝回三杯啤酒 先打疫苗 這樣就行了 這條條 是啊 那你要循序漸進 是吧 所以叫分階段實行 那坐在這裏 然後在這裏 真的說大陸開關 你在這裏等運到嗎 是吧 你現在做了其他人的白老鼠 你知道嗎 是吧 所以 你去討賺這些人做 是 真的 我們不要去量子給他 都是 廢話 不是啊 我們慈悲 我慈悲為懷 香港有這麼多朋友 對不對 很多朋友 他們都想有公開 我和你有公開 我和你有公開 不行的 我和你知識分之 要先天下之憂而憂 是吧 怎可以這麼自私 自己在這裏有得吃 有公開 就不顧香港 是吧 風雲風 是很受歡迎的節目 對不對 我真的認真 我希望各行各業都有公開 所以打疫苗 買西藥 一定要求這些大陸人 是要光顧其他的行業 什麼大快活 大家樂 都要吃個焗豬扒飯 無論如何 有錢的去買樓買名牌 你頭那十天 將那些豬扒飯做飯盒 放上去那裏 是吧 這樣就變成了 承約和復必泰 一條龍穿著來做 是吧 沒有錢就不要下來 不夠錢就 是吧 沒有了 這就是歧視 永遠歧視不夠錢的人 所以一切關於歧視的投訴 完全不宜受理 現在兵方馬亂是打仗時期 是吧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都已經盡了 我們知識分子的努力 提供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了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一直以來對風雲谷的支持 風雲谷在YouTube平台出發 筆問翻牆 單球越界 少漢古今善惡 審救人情八態 逢星期二四六晚十點 風雲谷約定全球華人 節目是完全免費播放 而我們在短短一個月間 訂閱人數升破十萬 大家的這份支持 令風雲谷的團隊打了一枝強心針 亦不枉圖建 霍偉聰 我們兩位主持 每次長途不攝 淺利條條 都要坐在一起做節目 如果看到這裏 大家還未在YouTubeLike這一集的影片的話 希望大家Like我們的影片 如果大家有能力的話 無論你在不在直播時段 大家都可以用超級感謝 超級貼圖 以及超級留言支持我們 有能力的朋友 希望大家同時加入陶傑Patreon 以及霍偉聰重浸直雪的Patreon 而Patreon也會包括 有每一集風雲谷的聲音版 大家的支持 會令我們可以更加有動力 一直攜手走下去 越過死陰幽谷 一直走到陽光普照 風和日麗的一天 再一次多謝大家的鼓勵和支持